都是贪欲的眼神而已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灵魂 为拥有亲近自由自在的本我 才能够找到自己成熟的灵魂 一切俗世间的爱意啊 往往只是一种纠缠啊 实际是独立而且自由的一种枷锁 这种假爱就是我们修行成长的半小时 人必须要懂得自律和自我的管理自个儿 不可被中人欲望所诱惑而明示 那换言之能自我管理自我的人 才拥有真爱情 倘若你文化自律往往只会使 自己找各种理由来更换情爱的对象 一经期了就新鲜感也是似的 之后人往往就会作怪 在造下中的恶业 有四个套就是一把刀 一万恶之鲜 那切吉千万的心意以爱为借口 而反复的放下换下主 真爱应该是真正的爱者 既然爱中下恶汤会是害人害己哦 受伤的刺责永远是自己 我造成贪败的情欲的其其心难 无法用情真假 比如在借数地受苦的情绪是一样的 是一个反复情爱的纠缠声音 无法自拔 自个的封信的爱与感情的枷锁里面 而不自在 我要生存在爱自个的真爱人事里 才能得到无来无趣的自由感 所以我们要有坚强的意志力 以破出来自各方面的困扰和冲动 才能清楚地判断与一切的幻象的真伪 不要凭着感觉将自个人 带入爱恶的贪念中哦 如此 反复的情爱都只是一般的 无数人员 都有可能对自个人造成伤害 那万般的痛苦 万般的罪孽 都是从自个人贪念中生出来的 所以 贪念在贪生中 三度三度 是第一个货根 世界上有很多的 心如柴狼的色欲的贪腐 往往行使诈骗 这些诈数欺骗 那些知识短情贪爱可欲的人 是他们为了一夜的贪爱 心意的受诱惑产生货根 而躲到这个建树地理 受同等的爱欲诱惑类的果报 直到自个儿的心也 清静清零为止 好 时间到了 别关机哦 和我一块 一起来 恭送片尾地藏 补上的顺号 和学习送持他的咒语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